是有一個編號 然後呢我們從編號去查到我們要的資料 這是一種方法 一種狀況 第二種狀況是 倒過來 就是你已經有後面的東西 你要產生一個編號 你要產生一個編號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等一下 開啟第二個範例 這一題的話就是在 我們範例 裡面也叫VLUK欄數的飯店管理 那比如說飯店管理一般就是說 因為我剛講過為什麼要產生一個編號呢 因為編號以後 他的 記錄在以色列裡面的資料量會是最少的 那以後的話也許你就是 從編號裡面就可以看出 怎麼樣來看出大概 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那可是問題這個編號怎麼產生 以這一題為例 你們開啟這個檔之後的話 在那個booking 這個工作表裡面 那個A欄裡面 這個book ID是空白的 那這個空白的就是 你們老闆 有一天突然跟你講說 你幫我把後面的資料 做成一個編號 那編號一定要有規則嗎 他跟你講說 編號的規則 第一個 請你給我一個什麼 Hotel的一個 名稱的縮寫 不是要全部 因為叫Hotel名稱很長 所以你給我一個縮寫 那縮寫的來源 我後面有一個Hotel的縮寫 比如說呢 你今天是這一家 飯店的話 那你就給我縮寫 這家飯店叫什麼 Hotel 什麼什麼 這一家飯店 然後呢 這一家的縮寫 就是什麼 縮寫在 在這裡 他這邊有個什麼 L L1 有沒有 那這邊有相關的那個 那以後的話 你記錄在這個地方的 就是一個 他的縮寫 縮寫之後的話 然後